這段影片仍然是2月11日 我發現2月11日有很重要的10.43至10.45是沒有提及的 所以仕組要做10.19和10.20 再說一次,今天還要學多2至3版 這兩個仕組都要做它 之前提到的就是M這個點是中間點,是1比1的距離 我們的左手邊加右手邊會計到中間那個 左手邊加右手邊隨意會計到中間那個 就是之前提及的 但我們不是每次都有點在正中間的 我們有一種類型叫內分點 左手邊的比例和右手邊的比例 當它不一樣的情況下,這樣可以計到嗎? 好,之前教中間點的計算 我們就叫做中點公式 而新這個位置不在正中間 我們的公式就叫做折點 如果上課聽到這個就叫做折點公式 折點的位置絕對不是左邊和右邊一樣的 它可以是R比S 而計算方法呢 想看證明的同學學這裏是非常之詳盡的 但實際上真的比較困難 所以我直接告訴大家怎樣做 我又會分開兩種顏色的 首先計算了紅色筆X位置 這個折點位置 它的X座標一定是和左手邊的X和右手邊的X有關 我們先前也說過 中間的東西是來自左右兩邊計算出來的 我將左邊的和右邊的雙加 今次沒有那麼直接 將左邊的X 再加上右手邊的X 再加上右手邊的X 再加上R這麼多倍 然後除了分母 就是將R和S相加 即是它們的比例相加 分開那麼多分 這樣便可以計算到X了 同樣道理 我們應該估計得到Y 在它的折點位置 這個Y直 即我稱之為中間 這個Y直怎樣計算呢 我們又是來自左邊的Y 和右邊的Y計算出來的 將左邊的Y乘乘S 加右邊的Y乘R 再除了R加S便可以計算到它的座標 所以今天我們會學多一點 除了終點方式之外 就會學到這個折點公式 公式就在這裡 就這樣看會有點害怕 但做落其實步驟也是很容易記的 例子10.19 試完便知道自己是否認識 它給了A的座標給你 給了B的座標給你 整齊了 P的座標想你計算 它的中間位置 它裏面的題目是AP 比PB 是2比5 比例是2比5 即是左邊短一點 右邊那個長一點 它就問究竟P的座標是多少 P沒有 所以第一步永遠都是這樣做的 沒有 我們就清楚一點切 P做XY 所以第一步是這裡看到的 第二步 我們分開就是兩種顏色 它的X怎樣計算呢 X一定是來自左X和右X 計算出來的 記得我們把左X倍大5倍 左X4倍大5倍 加右X這個11倍大2倍 隨意的份母就是它兩個比例相加 即是5加2 2加5七份 好 然後我們就會計算得到答案 左邊答案一模一樣 答案就是6 我轉藍色筆 好 另外我拆掉它 不要擾亂我們 拆掉它 不要擾亂我們 拆掉它 好了 然後 要計算Y的話 我用藍色筆 要計算Y 一定來自左Y 右Y的變化計 將左Y倍大5倍 右的Y倍大2倍 好 Y就是 左Y1乘以5倍 右Y負6倍大2倍 然後 除回2加5 即是分開了七份 然後 就會計算到答案是負1 做到這裏 記得又是沒有寬天氣地了 看一看題目 它在計算什麼 它在計算P的座標 所以怎樣也要答回人 P的座標是6到號負1 所以答案是一模一樣的 好 現在給你們大約幾秒鐘 好 停了一段片 然後那幾秒鐘 就有答案 做下面C做10.19 好了 時間夠了 我亦都只做了其中X的部分 給你看 X的部分 將左X 左變這個X 倍大1倍 右變這個X 倍大3倍 然後除回1加3 計算到答案是負1位置 感覺上這個位置是負1都合理 那你們就想辦法計算一下Y 再對答案 好了 接著又到一些挑戰的題目 所謂挑戰題目 它反過來 它給了中間的截點給你 它給了截點P給你 再給了右手邊的A 再跟你說左手邊 所以不是左手邊 是AP 比PB AP那邊長一點是7倍 比這邊3倍 問你B的座標是多少 所以你估計到第一步 一定沒有那個就切那個 第一步 切 B做XY 好了 然後呢 就是 又是左右左右 我用回紅色筆路 左邊X 配大右邊的7倍 右邊的X 配大了3倍 就會等於中間的X 所以就應該寫到中間的1 會等於 X 配大了7倍 加 8 配大了3倍 除以 7加3 這個比例 最終就是 10等於7X 加24 7X等於-14 你會計到X等於-2 到藍色的位置 我圈著算 中間這個藍色 等於左邊 配大 右邊 配大 這部分已經算了 我不算了 現在你們又要試試了 試做10.20 試做10.20 再選擇 1-2題 功課 去左做 就會確保 你這題是認識的 那選哪一題去做 最好呢 就選第8題去做 做到第8題 其實就什麼都認識了 現在 試做20題 我會慢慢試給大家看 看完之後 今天就完整了 正正式式 好 第一步 看看 他要計的A A那個我們切 切到X 好 第二步 寫下一個比例 他說AP那邊 短一點 是4比 PB那邊 這邊長一點 這邊叫XY 好 然後又是 中間那個 是來自左邊和右邊 好 左邊 配大4倍 負8 配大4倍 右邊的X 配大5倍 隨意份母是5加4 好 訓母就是9 92118 負32加5X 5X就是18加3 所以X就會是21除5 一般做到這裏 我猜自己都應該做錯了 我和大家一起試試看 那裏做錯吧 首先就是 X的位置 我們說是21 over 5 大概4點多都不合理 看到2在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都很遠 所以一定是計錯的 重新看一次題目 中間這個位置是對的 2是對的 負8乘4是對的 5乘X是對的 分母也對的 92118 錯的 原來錯在這裏 看不見到 負8乘4 8乘4 32 32 所以一定要32過去 變成50 所以這裏就錯了 510除5 所以尤其算到X應該是10 那就合理一點 那就不要介意自己做錯 最怕是你做完 以為自己一定適合 不想便會加負一點 好 然後到Y了 中間的Y是來自左Y 右Y出來的 這個乘4倍 加Y乘5倍 分母就是4加5 每計都等於中間的1 24加5Y 減了一個是-15 原來計到Y是-3 那又是了 回答人 結論 A座標 就是10就負3了 非常鼓勵同學做熟一點 這個字點公式 做到熟的話 其實回到復課 應該大家都記得 所以今天做完6A 6B 和小小挑戰 再做多一題 難一點 做完這個8A 就可以了 大家用心 不要太懶 記得今天我們學了 節點公式 和終點公式 我們溫了一些難的題目 我做個小總結在後面 好 小總結就是 這個片段 最主要是說 節點公式 節點公式 有乘左又乘右 就是這樣的樣子 我反而是想用終點的結果 給大家順便做溫節點 那麼終點 照道理 我們中間的X 是由左邊和右邊做出來的 中間的X 我們一般就是把左邊的X 加右邊的X 除二 其實怎麼來的呢 它一樣是將它乘左 右邊這個一倍 一樣是乘左 左邊這個一倍 而下面的二點來 就是那個比例 1加1 所以兩樣東西 將它聯合在一起去記 可能會有另一個感受 好了 今天到此為止 拜拜